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大家应该都知道 亚马逊品牌旗舰店一直在卖家平台上被广为热议 使用此功能后的卖家不仅能提升店铺格调 还能给店铺带来很好的引流效果 亚马逊品牌旗舰店究竟是怎么做到如此高能呢 卖家又该怎么使用此项功能呢 今天我们来好好讲讲 首先 品牌旗舰店的出现对卖家有哪些好处呢 亚马逊品牌旗舰店是一个很好的用展示 代替讲述的营销方式 有可定制的视觉元素 如内容块 动画照片 视频等 能够帮助卖家设计有效的产品发布活动 最重要的一点是提高店铺的转化率 更强调店铺和品牌概念 其次就是增加了产品的宣传力度 更好展演商品特性 最后一点就是已经备案品牌店铺能做出差异性 大大的提高逼格 此外 亚马逊品牌旗舰店 可以让你接触到最大数量的新客户和现有客户 卖家可以在所有的营销活动中使用他们 将其包含在你的广告 新闻稿 社交媒体平台和自有平台中 或者链接到你的YouTube频道或Instagram故事里 这样能更好地起到宣传的作用 个人认为这点非常的有用 还有一点是 亚马逊品牌旗舰店的结构是由卖家来定制和设计 定制出一种最能代表你的品牌 亚马逊平台会为你提供了三个预先设置的模板 用于填充使品牌更生动的内容 这里跟卖家们好好说说 亚马逊品牌旗舰店的创建技巧 希望对各位卖家在设计时有所帮助 首先 亚马逊品牌旗舰店页面可进行独特的自定义 因此优先考虑丰富的内容和个性化 一定记得多多选择图片和视频 这样才能清楚地展示产品的使用势力 其次 建议卖家使用尽可能多的多媒体 来说明来代替枯燥的文字 最后 关注信息传递 确保你的店铺设计与品牌形象相匹配